第三局比赛即将开始 版行为狼王射梦 有请主裁判入场 请各位选手抽取身份底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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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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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好人 我觉得棋蛮好的 我是好人 真的好人 但是没听到 与人家对跳 我觉得伊水郎 四号家你跳舞 我可能还会相信一次吧 好吧 但是你跟六对跳 我就不一定了 其他我觉得 没有人想要 起跳的感觉吧 我就猜一下吧 就四号对跳吧 过了 我是好人 我觉得七是好人吧 那个九号玩家 不是很像好人 虽然你也认为七是好人 但是我觉得你是狼的原因 是因为你说一号玩家 是狼人 我没觉得一是狼 所以你跟我对于一的身份 定义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像狼 这是我觉得你像狼的原因 然后我也不知道谁要起跳 我又是好人 好人赢不了 可能有我的原因吧 我也觉得挺困难的 那个这把好人努力努力了 五和八在底下 我也不知道我过了 十一号玩家发言 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 要有自信 对吧 我认为上一局 就自信一点就好了 这把我认为 前追七号玩家像好人 心态感觉 脸部的表情跟我也有点像 所以我认为七号玩家 可能会好人 我还是的入局前 抿了两张三根九 我认为三根九 非狼即神 其实我点的这个挂项 不一定说你们是神 还是狼还是什么 就觉得你们不像平民 好吧 就点三根九两个位置 十号玩家这轮发言 其实十号玩家 你的发言的身份底派 我认为我日常满男 定义你十号的 但是我多听你几轮以后呢 我说我觉得我能定准你十 但是我觉得你这轮 也感觉偏好 没有让我觉得 哪里怪怪的 反而就是九号玩家 他点了四 四号玩家 又是永远很开心的那个脸 不知道是不是可能 愚远家或者要起跳或干嘛 好嘛 那我就不尬聊了 我就抿了三根九 好吧 就这样 我底下是个好人 愚远家发言 希望你们能好一点 别的没什么 希望好人能赢一把 过来 我是有点像唐唐了 好像再怎么努力 有的时候自己的努力 也未必是对的 我觉得九十十一一定惨了 原因是给七身份给太快了 七警察高坠也没了啥 他说我就不想投票了 上警了 九号玩家是说七是好人 点了警后的一号玩家 就很带身份了 如果你认为七号玩家是好人 应该考虑考虑考虑警下的八号玩家 有没有可能是匪徒 但是九号玩家视角里面也没进八号玩家 可能玩法不一样吧 十号玩家对于九号玩家是反驳的 他除了九号玩家给的七好人身份以外 认为九号玩家给的一号玩家 是匪徒的身份不成立 他认为一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所以我觉得高坠全在导向活 卖视角可能是七十号人吧 火入夜敏的是五八十号人 因为五号玩家就坐我正对面 我觉得八号玩家是比较好敏的 如果第一局我也看了你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会蛮好大的 我觉得一号玩家和上把就一模一样 所以我认为高坠全可能九十号人 十号玩家是匪徒 因为就算九号玩家给错身份 我觉得十号玩家也不太会在后坠全起来 直接说一号玩家是好人 九号玩家你打错了 因为一是没有发言的 人家明错了不行吗 为什么你们对一号玩家的定义是一个天一个地啊 说不知道不就完了吗 或者说再想想 我觉得九十给身份都给的太快了 我是好人 为什么四号玩家和六号玩家都这样看着我 我有点怕怕的 我九四验吧 我验的十是金水 然后我晚上 其实想了很久 我在犹豫十和十二我到底验谁 因为当时 带亏的时候 那个十二跟我对视了一下 我想了一下 它是个狼 应该挺爱表现的嘛 上一把开了那个天赌 它是个狼 我觉得这把会汗跳出去 我就没有想去验它 然后我为什么验十是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看牌的时候看了很久 我觉得可能跟他上把 至少和他上两把的身份不同 因为我也是看了很久 没看清楚那个底牌 就看了很久 所以说我就冲着 其实冲着狼验的 但是验出来是金水 然后我觉得 我本来都想给你十二号身份的 但是我觉得你最后聊的很奇怪 你既然说九十十一里面 一定要出狼人的原因是给七身份太快了 那给身份最快的不是九吗 他起身就说我也是个好人 他就默认七的底牌 所以我以为你会去打九 因为你说九的视角里面没有八 结果聊着聊着 你说九又是好人了 所以我觉得十二聊的特别奇怪 那个九就是 真的是给身份给的太快了 所以我九十二里面挑一张吧 因为十二的好人的九他没挑 我为什么第二张警惠就留到四 因为我当时谁跟那个四互动的时候 我有去观察四的表情 我觉得他跟他前两把 对于他两把都是那种很轻松的 但是我因为第一把和他是狼队友 我觉得他那个轻松的有点尬 他第一把那个演的 但他第二把是真的轻松 但是当刚才我有点忘记了 是哪位玩家和他说的时候 我观察他的表情 我觉得和他第一把狼人的那个表情有点像 所以尽管他是那个墨制未发言的嘛 然后我也会把警惠楼压到他 那个警下就看投票了 就两张牌对吧 七号是退水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五八两张牌 你们是好人就给我投票 如果是狼那个欢迎倒沟 也欢迎倒沟 因为有狼王嘛 有狼王的板子 我也欢迎你们倒沟 然后这就是我 所有的发言了 我就要九四验把 十是我的精髓 然后你没有 没有敏错我的身份 我是你的预言家 我就你就不要反水 我们就叫什么 神门 也许是 也许神明同心吧 我觉得这把越难了 因为你发言问题其实蛮多的 七号人家发言 九号人家认为七挺好的 九说我也是个好人 十对自己的描述是我又是个好的 这是九和十发言不同的地方 十二号玩家认为 九十十一三张牌里面要开匪 认为七有可能是狼卖出来的好人 他说他抿了五八像好人 那么在你视角里 九十第一个位置点你像狼的 十二号玩家认为 你摸牌和前面一把一样 你前面一把是狼人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你这一把还是狼人 那么 你对五八是无法定义的 但是十二去保了五八 九去打了你 十二保了九去打了你 所以在你视角里 最应该进的是十二 应该把十二给敬验的 对吗 因为十二有可能是吃信息的 保了很多人 我在想 如果他底牌不是个远家 也没可能 十是一卖出来的好人 把十去拿枪 就是当枪使 这个逻辑能懂吗 就是 有可能他是个好人 有好人打了他 所以他去拨他的好感 发他一个精髓 或者是他保错了人 或者打错了人 他发他精髓 都有可能 我只是在想这个问题 五八这两张牌 十二是保了五八的 但我不认为五八一定能成立两个好人 因为你说你保他们 也只是用眼睛看的 对吧 那么你前两把 其实也是用眼睛看的 你发言和看是一半一半的 所以这把 如果你底牌成立好人 你是不能直接空保五八的 就像你第一把 保十一一样 对吧 我没有认为十二非常像狼 但是我对你保五八是不太满意的 如果我坐你那个位置 我底牌为好人 我是不可能空保五八的 因为你保了五八 紧上要开四肥 发言时间到 三号学生是发言 如果七不是狼二三七十全好人 七不是狼二三七十全好人 那个 见于前两把 有点惨 所以这把又是好人 我就想 那个就说一说吧 因为前两把都是高指发言 要不是第一个发言 要不是第二个发言 所以我一把警察听了全给了 那个我认为二三七十全好人 那个 我认为其实 二讲了是没错 我认为一聊最不好 就是他说他拿牌没看到 不知道自己的牌是啥 那个我认为你的牌 如果是冤家最容易分辨 因为你一个字就知道了 我觉得九十一一定开肥图 因为我觉得十是独立的好人 我认为九十一一定开了肥图 我认为关系就是厌一杂一 我认为关系就是厌一杂一 虽然说他们警察建立了逻辑关系 你们建立的逻辑关系全是敏人 但是我打游戏喜欢找好人 因为我如果定了二三七十是四个好人 警察如果七八里面开一个肥图 警察要开三个 一十预言加九十一 我认为不能是两个肥图 九十一产一个最后PK位置就是十二 十二号跟四号完 六号里面产了一个 因为四六里面产一个跟一对跳的 另外一个就要跟十二PK 所以我认为九十一业杂一 后面那个跟一对跳的 业一杂一 无论谁是预言家 我认为是这样 前提是五八里面坐了一个了 前提是五八里面坐了一个了 我把警察的好人就给这么多了 我警察再说吧 就让后面人发言吧 过了 四号学校请发言 我上这个车 好吧 要不我来开 我带着你们四个 好吧 我觉得二三七十也是好人 就我的听感 我开牌前面了 三三三八十 四号完就摸蓝了 那么开心 八号完就又摸蓝了 那么开心 三号玩家其实也很开心 但我听到三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不像个狼人 其实他前两百里坐旁边 他也跟我一样挺放松的 我现在就在对号下一号玩家 我呢 不太想站边理 你不想想并逻辑 我跟他们两个不太一样 一是因为你说你看我 就是说我那个前面跟我对跳 就是跟我互动的人 跟我聊的时候 我有点尴尬 因为我虽然水平不怎么样 但他们都知道 我就心心状的比较好 我从来不紧张 而且你跟说跟我互动的玩家 是九号玩家 九号玩家说的 十四号玩家 你再跳我就再信你 你作为一位预言家 你对这种话 你不敏感吗 你居然忘记了 所以我觉得从人性角度上 你真的 我真的很难相信 你是个原家 因为九号玩家 跟我的互动是十号玩家 你再继续跳 你继续跳 我会信你的 你自己都提到的这一点 有人跟我互动 而你却不及时他的发言 且是跟你预言家相关的发言 八号玩家 就这么看着我 我觉得磨狼了 我不是愿家 六号玩家 你看那十二玩家很怕我们 你正好愿意跟十二个叉杀 我觉得十二十个狼 我觉得我也 我也听前这位 单独听十四好人 二十点十二跟十 十二十狼 十四好人的 三十人 保二三七十的 我认为二三七十 应该到的是好人 我想上这个车 就五个好人了 这一局可能比较会比较好打 我好人赢一局吧 好吧 过了 六号学生 请发言 验的三金水牌 那个锦辉柳 我现在有锦辉柳吧 这一轮 我锦辉柳压一张十一和八吧 为什么验三呢 因为我以前都说了 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偷懒的那种 我第一轮 验三十二 第一次验十二是因为我觉得十二蛮厉害的 然后这一轮 因为我觉得三号玩家 他能够就是能够站对边 而且能找灶狼 所以我觉得 我是希望如果说 我就是我被他们投死了 话就是你可以帮我带队 所以我验了你 对 当然这是一个精水啊 如果是个茶杀的话 那我也抱歉 就只能先出你 然后我对前之后也点评 因为七号玩家 是让我的精水牌保过 而且被九号十号十一号 三张牌都保过的牌 所以七号玩家 我先暂时不会去管他了 然后九号玩家 因为我其实是刚开始 对你的身份体牌有怀疑的 因为你说七号玩 对七号玩家说 我也是好人 就是在语文里 就是你说了这种话 就是你肯定了前面这个人的观点 就是你心里 是默认为七号玩家是个好人 所以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我为什么警惠没有留你 是因为一号玩家 在那个位置 作为一张跟我汉跳的狼牌 他在那个位置 跟你有很长的对话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暂时没有必要厌你 然后十号玩家 因为之前拿预言家 你是战编我的 我觉得我预言家的发言 你是能听出来的 所以我暂时先不留你 进警惠留 然后十一号玩家 是因为我觉得 他拿狼的时候 他拿好人的时候 比较义愤填膺 拿狼的时候 他就会 他说你们两张牌 像是挂身份的 飞狼技神 他这把也有这样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 他在我的心目中 可能说没有那么 像我就是 可能X片下一点嘛 然后十二号玩家 是因为 十二号玩家 在这个位置打了 十一十九 那我不可能 十一十二这么验 所以我就先验张十一 然后那个 我的精神牌也说了 这个十一号和九号 硬一杂一 其实我还蛮相信 我觉得三号玩家 还蛮厉害的 就我相信 他能给我 就是 发言完毕 二号选手 请发言 难 我觉得比第一把还难 因为 想想 首先我认为 紧张的三是比较像好人的 三号玩家保的是二三七十 但是 有点奇怪的是 你自己是三 你没必要自己保自己吧 对吧 这个时候 我听得比较怪 但是我没有认为 你很像狼 我觉得你 比较像好人 那个 五合八都是 投给一的 如果你们要盘 一是远家 只能去盘 六底牌为狼网 狼要去倒车 要让狼枪 翻枪 对吧 我想一下 对话 人家聊的 有点问题的是 你说你验的三是精水 三说九十一 验一杂一 但在你视角里 你应该认为 九是比较像好人 因为九保了七 去打了一 他认为一摸牌像狼 所以你如果自己底牌是原家 除非你排一 底牌为狼枪 九是小狼 打狼枪做身份 你才会说 验十一 什么和九验一杂鱼 这种关系 要不然你应该会觉得九是比较好的 是吧 我锦上听十其实没有觉得很像狼 十二号玩家是可以敬验的 我没有认为他一定是狼或者一定是好人 但是他是狼他也有可能打同伴 因为九十十一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会开费 是吧 所以我认为十二号玩家可以敬验 但是我依然不认为五八都可以保 哪怕他是一员家五八都投对了票 我依然不认为五八都可以保 七号玩家有可能是好人 有可能是前置的狼和好人一起保的一张牌 是吧 我锦下听一听七的发言 我锦上听下来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三号玩家 十号玩家我也没认为很像狼 反正六的问题也聊这样的 如果你要硬要从逻辑层面去讲的话 我觉得一号玩家可能问题更大 是吧 因为六号玩家第一把都打过 就比较难去盘一的盘六的逻辑 所以我觉得比较难 这把我也不是女巫 六又不是饮水 要不然我就再搞一下 对吧 但问题是我 所以我听一下吧 我目前认为好人是三跟十 如果六成立为狼 你是好人 有可能是你保错了狼 他就保你一手 就跟 三号选择请发言 我认为二是百分百的好人 我认为二的发言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那个我站边一定会站边六的 就是无论六骗不骗我 首先他发了我精髓 因为他是狼想骗我我也会站边他一天 那个我第一天是不会反水 在没有听到那个一第二轮发言之前 我是一定不会反水的 而且警下了五八军投给了一号玩家 警下了五八军投 因为我没认为警察是四个匪徒 所以警察产了匪徒 我认为有匪徒投 我认为一和六的发言差距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不认为狼会告狗 所以我认为有匪徒投的就是冲锋票 因为警察我没有找到四个匪徒 因为我觉得四也不像狼 因为我觉得四也不像狼 我在想如果六十预言家 我想想六十预言家 五八十二一 九十一里面可能九九就不太像了吧 那个十一是不是狼就需要你自己经验了 因为我没听到五八警下发言之前 我不会去主动攻击一个警下没有发过言的人 我不会说你们是铁狼的 所以我还需要听你们发言 那个我会沉底投票 我站面就警下一定会站面六号玩家 我会投一的 但是如果前提是六第二轮发言爆肥了 我认为一的规矩发言是狼言家 那个一号玩家 我站面六的理由也跟你讲了 好吧 我就没了你们后面发言吧 我过了 四号选手请发言 票选手是六项狼言家 但六确实发言不好 我也只能再去听五八的发言 六号玩家 你的视角里面就像二号玩家说的 为什么九号玩家就一定是好的 因为九这确实是他Q1的 他直接就说一是狼人 在他眼里 他觉得一是他脸中的年少的狼人 那你的视角 一是把九打到警惠流里面去的牌 你这是要怎么还要去走正去聊九跟十一 没有必要 你的视角里面就应该 你的精髓是说九十一去诊一诊一 但你的视角里面 应该是你是愿家 你跟对象视角 你应该是把九要认下来的 但是你我也不错 因为你第一局那个吗 我也确实你可能认识的 有点又发言 但一确实我也说到 在人性上我真的是站在那边 因为你去忘记一个跟你 跟你跟你对话 一个跟预言家相关的事情的发言 你都自己都忘掉 我听完五八发言吗 尤其我会听八发言 因为我开牌我是觉得 我八十二三三的牌是向狼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 我摸好迷迷 我轻松轻松 顺顺顺顺顺顺 但我也开心不起来 我觉得我大大驴又得挂了 我不知道你们三个为什么开心 尤其十二号都绷不住了 我看到他好久 他都绷不住了 反正你是个好人 你就自己去聊 好吧 但我真的你去讲 为什么你们看中牌 你们绷不住那么开心 我就讲这么多吧 我会在 我会听到一跟六的发言时候 去投票的 好吧 过了 五号选手请发言 为什么你能发出看完五八的票情 觉得六底牌是预言家呢 首先我底牌是好人 我对比一六的发言 当六号玩家 当六号玩家点到九十一 验一杂一的时候 我就觉得六不太能做预言家 九号玩家说 六号玩家 我觉得你是狼人 那在你视角里 九号玩家 点对了你的汗跳狼 你底牌是预言家 你又觉得十一号玩家 发言不好 他跟第一把一样 可能点了两张 有身份 那在你实验里 十一号玩家 不应该是狼吗 九号玩家 点了 点了你的一张汗跳狼 九号玩家 在你实验 不大概率是好的吗 凑好人验去验九 凑狼人验去验十一 为啥三号玩家说 九十一验一杂一 你就要打出 九十一验一杂一的格式 我紧上发言 没有觉得二号玩家 一定是好人 那紧下发言 我觉得你可能是好人 因为你点出了几点 我紧上发言 觉得你不好的点 是因为你说 十号玩家保了一 所以一号玩家 反正发十一个精髓 问我们有没有听懂 一号玩家是去骗十号玩家 我跟十号玩家打了两把 我觉得是怎么 劝都劝不回头的一张牌 他既然去保了一号玩家 他在我的数据库 在我的那个里面 可能十号玩家 就会跟着一号玩家去走 那一号玩家 给十号玩家 前置位甩金水的意义就不大 既然你认为 十号玩家底牌是好人 我觉得你就该认 一号玩家是预言家 多说三好人 我不觉得你三发言像狼人 但是我认为 你保的位置 可能有点太藏不住了 七号玩家 除了全场保他是好人 因为锦上开口的地域就是状态 逻辑层面你都没听 什么都没有 怎么就把七号玩家认下来 我是没认下 七号玩家一定是好人 锦下发言 我觉得二号玩家 锦下发言 我觉得二号玩家是好人 我觉得三号玩家是好人 我认一属于人家 十就是精水 我会再听七 九 十一 四的发言 十二号玩家保了我 我在开牌之前也去明了十二 你们都说十二像狼 我看十二开牌是挺轻松的 我不知道是四号玩家说了谎 还是我说了谎 我没觉得十二号玩家开牌一直在笑 好吧 所以这是我不敢进保四个攻击 因为同样大家都是两把好人 所以这把 我很在意是不是跟十二号玩家共同身份 所以我特地去看了十二 我不觉得他像狼 所以我就没有伤情把他点出 好吧 其他没了 我是好人 我认为六号玩家锦上对九十一的定义 不达像女人家 所以我上票给你 过了 六号选手请发言 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时候呢 就是人玩的不好 就要听取觉得自己玩的好的人的建议 反正我一直是这样子认为的 所以我从来也不什么吹牛啊 觉得自己玩的厉害 我觉得还是 就是抱大腿嘛 就是我觉得三号玩家 两把下来还可以 他说九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的硬益杂议 而且我也忘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也忘记了九号玩家在锦上 就直接点了1 我没有记得这个信息 我不知道为什么五号玩家 要拿这一点强行打我 五号玩家你应该是 我觉得你除了盘出这点逻辑之外 你也并没有说出什么 我的有什么什么不好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本来就很难玩了 那个九号玩家我没有敬业你 是因为一号玩家在这边跟你对话 我并没有听到你对一号玩家有什么身份定义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听明白吗 我觉得八号玩家应该是拉不回头了 在我眼里就是玩两把了 我觉得八号玩家 你是个狼也会打冲锋 是不会来勾我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好人 你过几把之后你肯定会知道谁是冤家 但是如果你是个狼的话 我也不指望要你这个票了 七号玩家 二号玩家是就是我的精水 就是把我的两张好人排 我暂时相信一下 相信一轮 再看看听听发言 再看看投票 我觉得都还可以 那个所以说我二和七就不会管的 然后就我觉得二和七可能是好人排 但是我觉得五和八 在我这个位置大概率是狼了 在我心中狼坑位应该是一五八十一吧 因为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可能有容错十一号玩家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状态 真的跟第一把真的很像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定一错 然后我继续说吧 因为二号玩家发现 其实我是怎么说呢 我是没有听得特别清楚 但是我觉得状态就比较像好人 四号玩家你是对于我有那种质疑 就是我觉得你就是看我的眼神 就会比较像好人 就我可能就是说盘不出什么逻辑 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可以从哪一个点去觉得 什么发言啊什么什么的 我有一半就是看你这个人 紧不紧张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拿预言家 其实挺轻松的 就是看就是大家跟不跟我嘛 然后盘狼坑肯定会比你们 就是这种闭眼视角会容易一些 所以我觉得好吧 那就我也没有紧灰 我等一下会看着一眼 如果我没有出局的话 好吧 我在我这边的狼坑 就是一五八十一 三十秒 就等一下过了 七号学生的发言 那个我再听一下 一号玩家成体发言吧 反正我单独听六号玩家 一个人的发言 好像不太能分辨得了 那个六号玩家底牌 是不是预演家 因为其实一发王眼后追牌 没有几张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不想 那个六号玩家跳的 没想到还是六号玩家跳了 反正我是真的听六发言 是不太认得下 但我觉得他本文的发言 可能比第一局的发言 稍微好一些 一号玩家发言也没有那么好 反正我再听一下 成体一号玩家发言吧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肯定是好人 二号是好人 三号也是独立的好人 九十十一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 没必要给九十十一 什么身份的 这景上其实 没有什么逻辑 其实都是偏滑水的 我其实挺想听九十十一 这半部分的发言的 反正这半边 我觉得好人居多 就排开一号玩家 跟六号玩家 二是我认得好 我觉得二三十 二是我认得一定是好人的 那个五号玩家 虽然我现在不知道 一六谁是预演家 你是上票给一的 你认为六铁不是 但我说真的 你打六的点 其实说真的 我认为六号玩家 底牌就算是预演家 他心里可能 真的都没有那么大的思考量 反正我再听一下 我没觉得五号玩家 一定是废徒 虽然我现在连预演家 也没太搞清 到底是一号还是六号 但我听五号独立发言 其实不是特别像废徒 我是好人 反正听一下 陈李一发言吧 六号跳 我真的有点头疼 反正十二号玩家 肯定看见了 那个别就没 我再听一下 陈李一号玩家发言吧 我好人 我这把是好人 我没有觉得 二三四是狼呀 四号玩家打我 我都没有觉得 你特别像狼人 首先你打了我 我可以用逻辑打回你的 因为你说 十二号玩家很像狼人 十二号玩家 净宝五八两张牌 那么十二号玩家 底牌只能是狼枪 我是普狼 你又认为 一六里面底牌 汗跳是开狼枪 带底牌汗跳的 那十二做不成狼枪 我就做不成普狼 但是我觉得 你的发言状态 特别像好人 所以我就不想来攻击你了 所以你下 等等就不要再攻击我了 可以吗 我这把是好人 很开心 但我并没有 因为我这把是好人 我在警察局为了投票 首先一六里面 六号玩家发言 他说 锦辉留 留到那个十 他留的是十一对吧 如果不是的 反正不是十 因为我没有听到他留十 我就投给一号玩家了 因为他并没有给十一个 准确的身份定义 十是一的精髓 十号玩家发言 六号玩家发言是十的发言 等等是怎么样 会战鞭我的 因为第一把战鞭我 所以这把也要战鞭你 没有道理的呀 一号玩家底牌成立狼腔 十底牌成为普狼 十是可以来倒勾你的 你就找不到他 对吧 那如果 一不是那个狼腔 一号玩家是普狼汉跳 十是被骗的好人 如果十是战鞭你的 或者十号玩家 今天不战鞭你的 十就是狼吗 他没有给十一个 明确的身份定义 为什么不能敬验呢 所以我不明白 六号玩家 对十的身份底牌 到底是什么 没有的 到最后都没有告诉我 十是好人 还是狼人 那也不敬验十号玩家 我怎么认六是预言家 但是六号玩家 井下的发言 因为五号玩家 我没有觉得十好人吧 我们两个人在井下 你认为四是好人 我是狼呀 对吧 而且狼腔的板子 一号玩家底牌成为狼腔 我是可 一号玩家成为预言家 六是狼腔 我可以倒勾的呀 所以我也没有来cue我 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是好人 我也没有 但我不会打你啊 因为你没心来打我 我也不会来打你 因为我这把视频名 你们又井上都说 我底牌拿牌很开心 我也不知道 开意在什么地方 反正我底牌是好人 我就因为听完一六发言投票 我听完六了 我觉得六井下的发言 对我的对话挺灵魂的 那我就听一的发言 因为我也说了 投给一的心路历程 是因为六不对十的底牌定义 我认为九十一是井上的两个狼人 因为我没有找到很多的狼 我自己是好人 哪怕五进来 那也是缺狼的呀 因为我认为二三四七都是好人 十是你们说的独立的好人呀 我没有认为十二底牌特别像狼呀 因为你们打十二的点 算玩家又说八十二是两个狼 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乱打 所以我没有觉得十二一定是狼啊 那就再听听 因为我老觉得缺个脚 一不管是一预言家 还是六预言家都缺个脚 所以我觉得九十一怎么样都是狼人 因为十一号玩家 仅上说二五带底牌 怎么怎么样的 跟第一把一模一样呀 好吧就这样吧 我没有觉得九十好人的 从来九号玩家发出那个 我觉得特别像狼 我自己是好人 听完一六发言我会投票的 我过了 九号选手请发言 这个八号玩家呢 就是送给女巫的一个礼物 射魔人就不用去射它了 好吧 就那个 晚上直接就吃毒就行了 我希望第二天白天 大家就看见八号玩家 吃了毒 离开这个桌子 蛮好的 一定是个狼 属于叫三包的包 知道吗 叫包囊 所以说这轮呢 八号玩家多吃点水果 那么等会儿可以开心的 去休息室 看我们继续打比赛 我觉得六号是六号是 其实四和五可能会有置换 我觉得二三是好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我就是我可能 我认为我当你是好人 我这样跟你对话 可能我又跟你赞鞭不一样了 前面那盘你是赞鞭六号玩家的 这盘我 你没有赞鞭 我想赞鞭六号玩家 我觉得十二像好人 我觉得十一像狼 一 不好意思 我言杀你 我就不可能认为你是渔家 所以说在我眼里 你只能是狼 因为八号玩家 而且投给你 我认为你是狼的概率 更加的高了 这盘你们 即使把六冲出去 也无所谓 因为外之为的好人 其实已经很能拧成一股神了 二号三号 七号 甚至你五号 我都愿意把你拉进来 还有我一张牌 和十号十二 十二 我们随意正义者联盟 好吗 那个 你要出去也没办法 因为狼人一定会冲你 你只要不开枪 那你就是渔家 概率很高 我会再面 如果你有命 去验下十一 你的精髓 说九和十一里面 出一 出一吗 验了十一 我觉得大概的 我觉得四一定是好人 那个 关于渔家 我再听一听一号玩家吧 我这一四号玩家 咱俩就骑个自行车 自己投票就完了 我有点受不了了 我都不知道九号玩家 是不是好人 那个十二 井上发现说九十十一 里面一定有狼 八说九十 九十一 两匪 怎么八就是狼 十二就好人了呢 十二踩没踩你啊 他没说九十十一里 谁是好人 谁是狼吗 那个六号玩家 井上九 你可以没听到 他对一的对话 我是说了九十狼人的 在你起跳渔家的时候 你说九十可能都是好人 虽然你可能没说我是好人 但是说你 你说我是好人 我可能会站对边的 但是这个十一号玩家说 十是好人 很像好人 井上的发言 可能是好人 再延结一点 好吗 十二号玩家说 九十十一里面有狼 那你井会流是怎么 流到十一十二的呢 我没听错吧 你流的十一和十二啊 那个二三也是好人吧 你可能不是狼 我都觉得 那为什么要站别 六号玩家呀 六号玩家点的狼 是一 五 八 十一 然后八是个狼 说九十一两匪 你是不是好人啊 你井上保 我觉得你不是很像狼的 十一号玩家 我是觉得十二像狼的 我觉得十二是狼 六是狼 那个七号玩家保十二 我就保不下来了 我觉得你都不太像狼 我觉得八号玩家不太像 我觉得五像那个狼人 所以五号玩家 还没找狼这一轮 我好让我过来 十一号选手请发言 十一号玩家发言 我第一把是个狼人呢 全场听保我为一张好人 此把我底牌为一张好人 全场说十一号玩家是个狼人 我第一把点了二五 一张女巫一张猎人 上一把点了三十二 一张女巫一张猎人 此轮我点了三根九 我不知道你们是啥 我不说了 我底牌是个好人这轮 盘一盘吧 六号玩家是张预言家 狼坑是一五八十 十号玩家井上就说 一一定是个好人 忤逆了这张九号玩家 一五八十 十一号玩家成立为一张预言家牌 六号玩家成立为一张预言家牌 这是狼坑 一号玩家成立为一张预言家牌 狼坑就是三六九十二 十二号玩家我认为蛮厉害的 井上一句轻飘飘的发言 就拉了九十十一对立面 二三四五全攻击 九根十一燕一杂一 九号玩家 你认为十二号玩家底牌为好人的 前之位让预言家去敬验十二的牌 为啥在你眼中依旧为好人啊 九号玩家 你此轮边跟我站一样 我也站六号玩家的边 但是我希望你好人不要跟我好人互打 十二号玩家拉九十十一对立面 开始后追全部说九根十一燕一杂一 我不知道你们哪里来的视角 我高追起来 我认为七号玩家跟我表情差不多 此轮又摸了好人 比较无奈的笑容 九号玩家起来说七十好人 我没有保九 但是我觉得九 我看卦象是他带底牌 我不知道他是狼人还是好人还是啥 十号玩家起来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是偏好 这是我十一号玩家锦上的发言 十二号玩家起来说 十一号玩家 你觉得钱这位都好人 我觉得九十十一一定开肥 这是十二号玩家锦上的一张牌 为啥你们都告诉我 从七八九开始告诉我 十二一定是好人啊 你们哪里来的视角 六号玩家 我底牌是好人啊 你打的狼坑是一五八十一 我认为你打错我十一了 一号玩家 我底牌是个好人 你是个预言家 你就来哄哄我 你发言好一点 我可能站你边的 我现在认为六的发言比你好 我想站六的 但是六打我为狼人 我去听听你一发言 八号玩家我认为是个匪徒 所以我认为九号玩家 你有好人面 八号玩家为什么为匪徒啊 八号玩家告诉我 他说他认为一的 他认为六号玩家 不为预言家的面 是因为六号玩家 对十号玩家没有定义 六号玩家清清楚楚讲了 锦上他的精髓定义 二三七十四张好人 所以他定义十为好人 这是六号玩家锦上 明确给的身份定义 八号玩家说 六号玩家没有对十有定义 所以他不站边六站边了一 我认为八号玩家 站边一的理由 不足以成立为 他说我是个好人 我锦下站边一 对吧 所以八号玩家 我认为像个匪了 所以五号玩家 你这边如果锦下 只开一张狼 你自己清醒一下 有没有想想 六号玩家有没有可能为预言家 因为六号玩家打我十一了 对吧 我如果在这里仍然要说 六号玩家 我仍然觉得你有预言家面 我认为可能会做低你的面 也有把自己 把自己的身份做得很低 我底牌是个好人 我想站边你 你不要我的 我去天天一的发言 我们分析一下人性 十号玩家第一局 对着六号玩家是这样说的 我名义是大铁狼 但是你跳了预言家 首先第一轮是敏错的 你敏到的预言家是狼 九号玩家是你高注意发言的 说后注意的一号玩家是匪徒 那你有什么自信认为 九号玩家是狼人 一一定是好人 这是其一 所以我认为你们里面一定有狼人 三号玩家第一局游戏 顶着十一号玩家狼人说 所有人发言我都听完了 十一是身份最高的 逻辑上十一号玩家最后是狼人 那为什么三号玩家可以起来说 一二三四四个全是好人啊 那四号玩家为什么能发言说 我拿牌开心 苦笑和开心 我认为你都分不清楚吗 四号玩家起来说 我上你车了 三号玩家保的这个四个全是好人 加上我一个 你和三号玩 二号玩家三号玩家逻辑都不一样 他们认为后 一号玩家不是颜家后志位开 你觉得一号玩家可能是 后志位的那个不是 那为啥你还能觉得 二号玩家和三号玩家是好人啊 反正我觉得这局游戏 不管谁是原家都蛮优秀的 因为把三号玩家和十号玩家经验了 保的还没有狼啊 三号玩家观点就是 一十二五八四个狼 你说外志位的二三四是好人 六十一是原家七十好人 九十十一好人 没了 你说里面可能有一个用错 那狼呢 我是狼我起来说 五八 我每你的两个好人 后志位的一号玩家和上把牌一样 意义是什么 五号玩家是唯一一个用逻辑 说六号玩家不是颜家的 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挺像的 五是唯一一个聊逻辑的 九号玩家说 一是铁匪 闽的 六号玩家说 九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 艳一杂一是怎么做到的 那不应该十号玩家应该经验吗 因为十号玩家锦上对着酒 说九号玩家你闽错了 一是好人 在他视角里面 一号玩家是那个汉跳狼吧 那为什么不是十号玩家 竟然是酒啊 就因为他精水 三号玩家说 十号玩家是好人 十号玩家说和谁是一股神啊 和四号玩家是一股神 四怎么做好人啊 为什么你们要和狼人抱在一起做一股神啊 哇这也太难了吧 我是真没觉得六号玩家是愿者 这有什么难的 我觉得狼坑就四六 九十一啊 那个十一五也不会哄你 我觉得你是狼啊 因为锦上你是为六退水的 六莫名其妙把你点入狼坑 你锦下开始打太极 说都分不清 但是你所有的话里话外都是在帮一盘 当你盘出一五八十的狼坑 那不走远了 那个五锦下是 那个四锦上说 他说我那个没有听到九的发言 觉得我不是愿家 那个他觉得票行出来发言很怪 觉得我上愿家了 五点出四的爆点 四马上就想回头了 五点出四的爆点 五还能是我的狼同伴啊 我觉得五输出色逻辑特别正 所以我觉得锦下不输狼 如果八是我的狼同伴 五要战边五 八锦下攻击五 他说我有可能是狼枪 那个他是他觉得五没打八 那个八能和我做狼同伴啊 所以当那个六点出什么 一五八十 那个十还能 就是他觉得我是好人 锦上就是我好人 他会识 他是我狼同伴 为什么不给我Q金水啊 所以六的逻辑完全是爆炸的 而且你们想一想 六当时上第一把预言家的状态 什么都不知道 狼坑一个不点 他这把 哇视角这么清晰 那个十就是狼人了 然后那个锦下 那个全都是狼人了 五八 然后又不停地对话他的金水 我觉得他在捧杀你三号牌 真的 我觉得你在捧杀你 我听你 因为当时你锦上保了二三什么七十 我就觉得你像好人了 那个二号牌 我觉得你也是好人 我听懂了你的逻辑 你觉得我九十二里面应该验十二 但是你没有听清楚我的发言 我觉得九十二里面有可能出狼人 但是我觉得九的发言更像 因为十二起身点了九认得太快了 我觉得十二他毕竟没跟我跳 我觉得他有好人 好人也有可能保错一个狼人 所以你打我的逻辑太死了 因为我不能验十二就一定不是冤家 我觉得如果你是好人就能听懂我这波发言 我觉得容错 因为我觉得锦下五八不出狼人 那个锦上那就 那要么就七十身份很高的容错嘛 因为我点了狼坑就 我觉得四不能是好人了 你你锦上就把我点得太死了 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听懂那个 没有听到九的发言 我就一定不是医院家 就完全不给我容忍度 连六都没有听到 你就要上车了 我觉得你就是在开始锦上工作 然后你锦下那个反应五点寸的爆点 所以我不觉得你是好人 那个九就严杀预言家 还能是好人啊 天哪严杀预言家 所以我就九号吃毒啊 他要让八吃毒那九吃毒啊 我觉得我不会给你容错率的 你严杀预言家 那个十一的爆点我也点出来了 我就七一验吧 因为七号牌 我觉得你是全场保的 我怕你是身份很高的狼 我觉得容错 我现在听十二 我觉得这轮他去点了九 他要赞编我 我没有觉得十二像狼人了 我就归六我验七 发言解释 所有选手发言完毕 警长归票六号 所有选手请代亏投票 请投票 五四三二一停止投票 一号投给六号 二号投给一号 三号投给一号 四号投给一号 五号投给六号 六号投给一号 七号投给六号 八号投给六号 九号投给一号 十号投给一号 十一号投给一号 十二号投给六号 投票结果一号出局 请发表疑言 疑言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我心态挺好的 我对了我的真水牌吧 你投我 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从人性出发 我不太可能去骗你 然后你去想一想 赞编我的牌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五八两张牌投给我 他们开始互打 开始踩外之位的人 我是狼 他们不需要保人去拉票吗 相反你听六的狼同伴 比如说九啊 比如说四啊 比如说十一 他们全在划水保好人 话里话外全在帮六说话 你们听饭要听细节呀 你一听我就是没有同伴的预言家 你金水牌怎么能投我头上呢 那个二三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因为我听你们就是那种逻辑很轴的好人 就打我就是认个死逻辑 就觉得我一定是狼人 我觉得你是好人就应该能那个 当然如果我有保错的那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对 我对骚牌 他警察发言就是很怪呀 他说 那个我拿到警徽了 然后他说那个六就不上预言家了 这什么发言呢 所以我觉得五点四点的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他警察就在工作 我依旧没有觉得我狼坑点错 但是为什么我吃这么大的票行走了 十二是同学 七应该是好人了 我要验他他跟我投票的 五八应该是 哎呀我刚才票行没怎么看到 我把警徽给金水 我希望你们回头 你好好去想一想 暂编我团队的人 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暂编六团队的人是什么 再相比六号牌这轮发言 和他第一轮预言家的发言 我觉得区域也蛮大的 他预言家什么都不知道 他这轮赤脚好清晰 开始工作开始捧杀 我过了 我把警徽给死 我希望好人能赢吧 预言完毕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是否移交警徽 移交警徽请给数字 警徽移交给十号 请十号当选警长 请死亡选手离场 天黑请闭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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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十号狼家他的精髓反水了 我底盘是个好人 你们找找吧 十号狼家打我的点我也挺奇怪的 但我觉得他是我认得预言家的精髓 所以我就不会去反击十号狼家 我认为六一定是狼人 且大概率是狼枪 但我在手之位前之位 我又不敢去归票 且我最担心的是 锦辉还拉在狼人手里 你们是怎么呢 认下四号狼家一定是好人 我没有说你一定是狼 十一号玩家也像狼 所以我的狼坑可能是 四六八十一 我上轮没有攻击八号玩家 是因为他在井下 我没有听到他发言 且我认为一号玩家是预言家 前之位我认为好人 二号玩家三号玩家都没有站边 一号玩家 就算八号玩家哪怕你是个刀钩 我也不会在上一轮去点到你 希望是自己站在左边的 我觉得挺难打的 我验了八茶沙 首先为什么验八 是因为他在我的井会流里面 而且上跳了看跳狼 然后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认为他 有一点点值得我去经验的时候 是因为他 就是没有像他第一把拿狼 这样子就是 他说话就是很 就是攻击性很强 他这把有点落下来了 我觉得可能值得我一验 但没有想到验出来是张狼人牌 那我觉得五五反正我是不可能要的 我觉得始应该是张狼了吧 他那种发言 他一直全程在篡改我发言 我井上我井会流就说的是 我验十一和八 他却一直说我验十一和十二 那我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去验十一和十二吗 所以这把这轮就跟我出八 我不知道 那个就是挺难打的 我觉得五号玩家这种发言 怎么说呢 大概率是跑不了了吧 七号玩家毕竟是三号玩家 一直保下一张牌 二三 二我也是暂时不想管 反正有茶沙先走茶沙 这轮也不是你的轮次 好吧 然后四号玩家是一张十号玩家 我认为有可能的一张老人牌给了一张金水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 不是他给了一张井会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井会给你 但是你在我这边可能说 还暂时没有什么太过于的斐面 因为就是因为你跟我的对话 还算是还算是我觉得蛮真诚的吧 所以我觉得四号这边应该是好人吧 那个就出八吧 我觉得那个一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这样的对话 那个我忘记你投的是谁了 但是我觉得一号玩家和十一号玩家的对话好像不太像是认识的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所以我没有敬业力 但是我忘记票行了 还有十二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也进入我的狼坑位 因为十二号玩家是投的我 我十二也是投的我 那个就我查杀了八号玩家先出八 好吧过了 我现在真是太难受了 我我昨天听八号玩家独立发言是比较向朗的 今天起来六号玩家又在八号玩家给查 但是六号玩家发言我真的我 我太难受了 我真有点说不了了我要 那六号玩家你说十是一个狼九十双死 那肯定是女巫毒的九 女巫不太会毒十 十昨天是反手投一的 十昨天是反水投一的 你起来九十双死就说十号玩家 那个肯定是个狼了 你昨天自己发言是八号玩家是个狼就会冲锋 拉也拉不回来 那你怎么验八呀 为什么要验八 是怎么进验的八 因为你因为我不管你那个逻辑好不好 因为你自己也讲了 你说八号玩家是狼会一直冲锋 肯定不会投 对吧 那八号玩家一直占别人一一直占别人 那为什么还要去验一个八号 因为我觉得六号玩家对景下五号玩家跟八号玩家的发言 他明显是因为他因为五号玩家在他前这位发言 他听过五的发言 但是他对五号玩家的定义 他对八的敌意明显是大于五 他对八敌意特别大 其实五跟八 五八都占别人一 包括这路五号玩家起来还说就投六 不是他认为六是狼 但是很有可能是狼枪 那六号玩家起来还是杂八 查杂 他说五号玩家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也没懂为什么五号玩家跟八号玩家 你对五的敌意是明显弱于八的 我再听一下那个八号玩家发言 我这一点受不了 这警卫飞给四我也 我也没懂 其实飞二飞三我都能接受 我四号玩家在我视角里就是X我不知道 就这样吧我过了 过 总归我前面两把狼 这把好人站对边了 六号玩家拿什么经验到我啊 我活着我不就是女巫吗 七是我的饮水 他给我查杀不就原地出局吗 我本来一点都不想跳的 但我觉得七号玩家发完言 我心寒了一半 你是我的饮水 井上九号玩家跳起来说 他也是好人 就等于尽保你底牌为好人 十十一跳起来都说 九号玩家可能不怎么好 但是七是好人 那你是饮水呀 三号玩家你不要告诉你这把是好人啊 你这把是好人我根本打不了 因为你再是好人我没有位子了 六一定是汗跳狼人 而且因为我读九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六是普狼在汗跳 我是奔狼枪去读的 因为你们不能全部都是好人站错边 剩下的全是狼人 就我一个好人站对边 剩下全是狼人在倒钩吧 所以我认为 那么可能是六号玩家普狼汗跳 后置位的狼人在帮六号玩家冲锋 所以我就没有读六号玩家 这个发言能听懂吧 九号玩家跳起来说今天晚上读八 八号玩家原地吃毒 那九不是钢铁狼人啊 我是女我能忍九啊 忍不了就堵掉呀 那九十好人也不来塞的 他起来说一言杀 一号玩家末罪发言说 九号玩家你是好人打不来 因为九号你一杀原家 这不钢铁原家发言吗 为什么这个边能站错 所以我很难理解三十好人 三号玩家警下发言说 今天我就钢铁战备六号玩家 第一天永远不回头 那这样子 只要人家给发你金水 那个你就是五票 狼人就五票打底啊 能投六吧 六号玩家如果是狼枪就带我啊 那也没有办法的 我不能认为六号玩家是狼枪 因为我认为所有人 我认为的狼都在战备六号玩家 我认为六号玩家是普狼汉跳 所以我没有读六号玩家 我读的九号玩家 七是银水 所以七是好人 八是好人 我认为二 二也像好人一样 其实我觉得莫爵十一的发言 不是很像狼的 但是我尊重远家 远远家说十一很像狼人 十一号玩家打我的点 我没有太懂呀 六号玩家警上发言 明确的发言是 十号玩家身份 可能警下会占编 我是好人吧 那么不占编他是什么呢 不占编他是狼 还是倒钩 还是冲锋 不知道的 十号玩家只要占编 他就钢铁好人啊 那十号玩家倒钩 他不是永远活在厂商 钢铁活着吗 所以他为什么能告诉我 今年到十一号玩家 我祈祷十一是好人吧 因为十一默追的发言状态挺好的 但是我现在的目前的坑 我认为我赌掉一定是狼 所以我认为是六九是两个 十是被刀的 最害怕的是十二是狼 默追在那打太急 站边直接跳起来站边一号玩家 只有你靠你默追帮一号票了呀 四应该是好人吧 反正七八投票的只能先放 如果你们是倒过也只能放了 因为我认为六是普朗汉条 今天就投六 我底牌是女巫 七是饮水 九是我读的 十是被刀的 我过了 十一号玩家发言 我本来认为 格局是十号玩家是女巫 读了九号玩家 四号玩家是十号玩家 第一天的饮水 这是我的视角 十号玩家一直在保四 说四一定是我认为的钢铁好人 我不知道十号玩家 哪里来的逻辑基点 但是我认为的好人是二三四十 十一七 现在这个场 一六 你让我分 讲道理 我觉得谁都不是预言家 都说我十一底牌是个狼人 一说 说我十一的爆点 我从第一秒钟到他发言结束 我都没有听到 他说我十一号玩家的爆点在哪里 六号玩家说我十一号玩家是个狼 我也没听懂到底在哪里 讲点道理告诉我 对吧 那可能我发言有逻辑不连贯 或者怎么样 你们倒是告诉我 没的 这个格局 八号玩家 你底牌成立为一张女巫牌 那我就一定是好人 因为我打的狼坑是三六九十二 对吗 我说六号玩家成立为狼人 六号玩家的狼坑是三六九十二 一号玩家成立为一张狼 一号玩家的狼坑是一五八十 是我打的坑 那我现在讲道理 二三四十一七 是我认为的好人 五六八十二 是我认为大量开匪图的位置 那五跟十二 还有你这个八 都是要去占编一的 我没有办法认一是预言家 且一号玩家成立为发言说 十一号玩家你一定是个狼人 我不要你的票 他底牌真的是个预言家 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 你知自信 他底牌是个狼人 那我就更加没办法占编一 那我认为的五八十二 大量开匪图都要去占编这个一 那一真的是预言家 那他也不要我 我也没办法 但是八号玩家 我认为你做不起女巫牌的 你锦下第一轮拍平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到你的轮次 因为前周围个个在打你 说你那个在锦下拿了一张牌很开心 你说我有什么好开心的 我是个平民 怎么怎么样 我一定没有办你八号玩家的发言的 我认为你是就抗压能力 或者怎么样 再拍了个平民出来去躲厌货什么的 但是你现在拍了个女巫出来说读到酒啊 我蛮难相信的 因为我认为十号玩家像女巫 四号玩家像银水 十把顶会给了四 十堵了九 因为可能一号玩家最后的遗言 让他把酒堵了 或怎么样 我底牌是好人 我觉得四号玩家应该是好人 因为我听二三四十一七是好人 我认为五六 就六号玩家跟利欧一出一个 我觉得五八十二都发言不太好 十二锦上就拉九十十一三个队里面 八号玩家现在是接了 我认为的预言家的一张茶沙 就没有坑了五号玩家 因为本来我就五七开一个 现在狼人牌要去拉这张七的票 那七就一定是好人 所以你定坑 可能里面有我打错一张牌 可能九读掉的是个狼 我就只对话二三啊 今天我定票就投四号玩家 他开枪了我们不就输了吗 四六十一一定是三个 二三里面的好人你们 我只要拉动一个人票就够了 我们五七八十二就绑票了 你们高兴打就打打 如果你们当中有两张牌 都不愿意回头 那就拉倒了 把我们全投了 你看看游戏 也应该是结束了 你说十号玩家是女巫 十是女巫怎么投九啊 怎么会赌九啊 九号玩家和十号玩家 做的同样的事情 投的同样的票 为什么会把九号玩家给读了 他认为一号玩家 他最后投的是一号玩家 九警上发言说一号玩家是铁匪 九说我闽得一号玩家匪徒 十号玩家陪九号玩家 投的是一号玩家 最后把九号玩家给读了 不是只有八号玩家 能读九号玩家吗 他第一天说 我和四号玩家抱在一起了 那他还不如跳个女巫呢 他底牌是女巫 对吧 他说四号玩家是银水 他发言说我和四号玩家抱在一起了 就把四投了 再把十一投了 再把六投了 六号玩家能不能两射射死啊 可以两射射死六号玩家吗 是某人同志 也有可能我是啊 我射了一轮了 还有一轮 所以今天我订票就把四投了 二三 我只要需要你们一个好人回头 能回就回 不能回你们冲就完了 好吧 反正我们五七八十二就绑票了 今天就攻投四号玩家 晚上射四六号玩家 起来再投掉十六号玩家 四号玩家 首先他的闽人全都是编的 我没有开心 我闽的八 我也没觉得八号玩家有特别开心 五号玩家起来说 四号玩家闽人是编的 五号玩家是唯一一个用逻辑打了六号玩家的 那你们为什么认为六号玩家 那你们就阐述下你们的逻辑 聊逻辑可以吧 比如说外之位谁谁谁是狼 加免了他 所以他是狼 狼也可以倒勾的呀 对吧 今天就攻投四号玩家 二三 出来一位就行了 我算过了 我们他有警徽 四点五票 打我们五票 你来一个就好了 今天就攻投四号玩家 我订票了 可以吧 他是狼枪 他今天晚上会被射死 也有可能我是射梦人 也有可能不是 但我觉得射梦人昨天一定射了六号玩家 不管你们 站边六号玩家的也是保护性射人吧 不站边六号玩家的是攻击性射人 反正六号玩家昨天一定吃射 今天再吃射一下 可以吧 把四号玩家给攻投了 明天六号玩家射死 投完十一号玩家游戏结束 好吧 我订票了 投四过了 你确定能游戏结束吗 那首先七号玩家我认为是好人 我是好人 我听五发言不像匪 八成立女巫的话 六十一就是两个三思开最后一个 对吧 因为十二号玩家 这一轮发言跟三思就够不了同伴 所以 假设九是一个投铁的好人 吃了毒 就像他第一把一样 十号玩家是个吃 十号玩家是个吃刀的好人 九十成立两个好人 外置位有 除了六之外 外置位有三个 就是三思开一个 然后六十一是两个 六号玩家你这一轮发言 你说十号玩家是狼 对吧 十号玩家是跟你投一的 他是一的精髓 他投的是一 九号玩家投的也是一 你说十是狼 十一因为一打了十一 所以十一不是狼 十一是好人 你认为十是狼 一是狼 二三你保的好人 五号玩家你认为是狼 那就是五十 五十是两个 一是第三个 第四个在哪 七号玩家没让人去打 你打八是最后一个 对吧 那你如果打八是狼的话 外置位你五就只能是十号玩家 饮水就是四号玩家 是吧 但是我听八 我听五不是 我听五不像狼 所以 我听到你打十的时候 我就特别不满意 按我脾气就直接把你投了 但是你如果是狼 有可能是狼枪 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外置位投一个也是可以的 是吧 八号玩家前面那篮发言 九说八是送给女巫的礼物 我看到八是在那边笑的 如果 其实我当时在想八号玩家如果底牌成立狼人 其实在那边装什么也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九号玩家如果认定了他是狼 怎么样都会把他弄死 他再怎么笑怎么怎么也没有用 所以我当时在想这一轮扒起来没有死 八是有可能做成女巫的 所以十一打八也是不对的 是吧 如果八是女巫 七是银水 外置位六十一 就是两个三四开最后一个 是吧 那么十二号玩家就是好人 盘是怎么盘啊 极限情况就是三四是两个好人 六八狼查杀狼 查杀一个大狼 这个是我想的比较多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十和九里面有一个射梦人 射了另外一个 结果两个人一起死 这有可能 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 那头四 我反正听四六发言吧 好吧 过来 你们如果觉得 真的不是狼 那没关系 咱先找找好人嘛 咱实在分不清狼 咱先找好人 我认为二的发言 是百分之百不能做狼的 我是好人 井上我保的是 二三七十 首先我保对了四个好人 你们无论站面一 站面六都是好人 无论站面一 站面六 二三七十 首先是四个好人 那么昨天头一号牙 昨天一号牙成体打的是 四六八十一四个狼人 爸妈呀 一打你是铁匪 一说你投我票 你也是铁狼 我没懂 一打你是铁狼 他说四六八十一四个 铁铁的狼人 他说最多最多产一个容错 他要验七 七都已经被保到天上去了 我认为 一再怎么敬业 也敬业不到七 我认为是这样的 因为八毕竟投给了一的票 一要打八是铁狼 我没懂一怎么想的 但是六七起来 今天大十只狼 九是好人 我就没太理解 算好人 二是好人 三是好人 五 无论站面六站面一 你们都说五号牙是好人 一个好人 两个好人 五是好人 七是好人 十是好人 这几个好人 就是二 四 五 已知五个好人了 六和一里面产了一个预言家 已经找到六个好人了 那么位置在那 八九十一 三个位置开两个废 八九十一十二 你们四个位置开两个废图 如果六是匪徒 八号牙就是好人 六是匪徒 八是好人 九是狼 最后一个位置就是十一 跟二三没有任何关系 二三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如果六号牙是狼人 当然六号牙是狼人 我也没觉得四是狼 如果四不是狼 如果四不是狼 那狼人就是 六 九 十一十二 我想把十二砸进去 因为我们觉得四周然发音很像狼 因为四景上说 虽然说我玩的不好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认为四不太是狼发出来的言 发了这个言 所以我宁可不打四把十二拽进去 我都没觉得四是狼 当然前提是你们八五保了是铁好人 因为总言投一的是二号牙是铁好人 三号牙是铁好人 十号牙是一号牙金水 三个人 加六号牙十一和九 那么你们打六的同牙就只有九十一了 对吧 所以我没觉得 投一的票 有问题的 当然啊 那个十二定票投四 我认为投四一定投不动 首先二三都没认为四是狼人 你投四就一定投不动 你们站面一请投十一 站面一请投十一 因为我觉得 十一都说 我没觉得六发音特别好 但六打我是狼 他说一号牙你是预言家 请拉拉我回回头 请拉拉我回回头 但一打十一是铁肥 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一和十一可能是两个肥 废徒的 一再给十一做身份 所以我如果投的话 我会选择性投十一 那我就改个票 你们认为我是好人 你们如果站面一请投十一 不要投四 投十二 十二一定是个狼人 他可能都是个倒钩的狼人 因为我投了一以后 我看他笑的真的奔不住了 你们去想一想 十号玩家为什么防水 二号三号 因为我认为你们是好人 我认为你们是好人 我为什么认三跟七是好人 因为你们跟我说一样 六号玩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他说十号是狼的时候 我真的头都炸了 十号玩家是帮你去反水投十一的 你说十是个狼人 所以我只认三七一定 二三七一定是好人 你再来 你再想一想 十号上一轮为什么会去投一 因为十号的发言是 反正四号玩家 我们也不要管别人了 我们两个就我骑个自行车 你那时候我那时候 我们两个投我们的 这十号玩家发言 这是他原生态的发言 十二号玩家是说什么 十二号玩家是完全篇改我逻辑 打我四保五的 他说五是第一个打六 那个逻辑 九是那个点刹一的逻辑的 第一个提出来是二 二说你怎么视角里面有九呢 因为九是说了一的 三号玩家用这个逻辑说了 二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我说二三都是好人 我说六确实我这点你太不满意了 因为九是直接严杀了一 是我第一个 他是用的Q 我说的九是严杀了一 四号玩家的发言说 我跟你们站边都不一样 我锦上我就说了 我为什么不跟一号玩家站边 锦下我也说一号玩家 为什么不跟人站边 因为我说从人性的角度 我是跟你一号玩家 永远站不了边的 因为你是 他是一张预言家牌 九号玩家在他前置被锦上发言 他跟我四号玩家对话 他跟我四号玩家对话 他说你四号玩家 你这把你继续跳吧 你跳我会信你的 他是一张预言家牌 前面一张还要对他 我四号玩家对话 而且他又单独 让预言家跟我对话 说我不记得谁跟你去对话了 那你别人跟你 互动的表情的时候 你像个狼人 这不是从人性的角度 就是反人性吗 他是一张预言家牌 他对这样的话不敏感吗 所以十二号玩家在我这里 怎么都做不成事好人 我的视角里面 因为我真的 我现在遛那个 十四狼人的 今天动力发言以后 其实我是动摇的 但十二打我 我认为十二一定是个狼人 我都其实我都 其实我本来我都不觉得六 一定是个预言家 因为他要说十一定是个狼人 如果按我平常打的话 我自己认为 我就是一五八十二没跑 你们怎么认为 我是个好人的 谁跟你说五号是个好人的 五号井下逻辑 基本上重复 我们前面三位同学的 然后他就是好人了 他有什么独立的发言 说出来六号六号报匪 警上预言家发言不好的地方吗 都是我们三个人就说过的 重复了一遍 十二号玩家新颖的提出来 五号是第一个提出来的 十二号玩家不是改我发言的打人吗 我就紧归十二 这人就四十二PK 你们信我就跟我投十二 不要去投十一 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十二号 所有选手请代亏投票 请投票 五四三二一 停止投票 二号投给四号 三号投给十一号 四号投给十二号 五号投给四号 六号投给四号 七号投给四号 八号投给四号 十一号请把手举高 十一号投给八号 十二号投给四号 投票结果 四号出局请发表一言 老人又赢了 真的打不过 十二号玩家你还能投试 七号玩家还能投试 我真的是没想到的 你听到我发言是假的吗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说是什么了 等一下你们就说一说 刚刚我的发言哪里是假的 十二号玩家的发言 就是说我编他样貌 编他的什么 编了他的笑容 打他 然后说我的逻辑 跟你们两个不一样 然后我要占编 都跟你们都不一样 但我说你们两个是好人 他不完全是 全程是玩我的发言 全部改了吗 你看都憋不住笑了 你赢了就赢了 没关系 我呢是个好人 我说这紧飞 我都不知道飞给谁啊 二三 二七的投我 我都不知道 哪里好人去哪里了 你们都认十是好人 十是唯一 铁包我一张 他把紧飞都给我了 没办法没办法 我给三吧 给三吧 一言完毕 是否发动技能 五四三二一 警长是否 是否移交警辉 移交警辉 请给数字 警辉移交给三号 三号当选为警长 请死亡选手离场 天黑请闭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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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游戏 本局游戏版型为狼王射梦 其中狼人阵营为五号 十一号 十二号 狼王为六号 预言家为一号 女巫为八号 猎人为二号 射梦人为七号 平民阵营为三号 四号 九号 十号 首页 射梦人梦游三号 狼人落刀七号 女巫开解药行程平安夜 预言家查验十号为好人 第一天上警环节一号当选为警长 放逐投票环节一号被公投出局 第二页 射梦人梦游四号 狼人落刀十号 放逐投票环节四号被公投出局 第三页 射梦人梦游六号 狼人落刀八号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获胜 1号 射梦 en梦 1号 射梦 2006毫填结束 2号 射梦 2号 射梦 1号 射梦 2号 射梦 1号 射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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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清头背锅吧 背锅你想好了吗 来啊 没事 你可以看着我们两图吗 3 2 1 女巫 289 我跟女巫啊 女巫是8是不是 我给8 我给8 我肯定给枪手 因为她是两轮都没有投对人的选手 唯一 因为前面有人死了嘛 对吧 女巫毕竟在第一轮站对了别人 这我们要承认 对吧 她虽然读的是不是狼人 是个好人 但是她第一轮站对了别人 是帮着预演家投票的时候 所以我选择了投死4号的2号 当然 女巫跟妻也投了 那没有办法 视角不一样 第一轮毕竟她12号是跟着 他们一起投的狼人 所以我没有选择你 所以我选择了2号 君哥说一下 我只能用英字上来去给8对方 要错他们其实都错了 对 要错就很多错了 但女巫是读了个平民 就推了个平民 做成两个人 最后有2号普遍 我只能按轮次上来是给8号 情况下他们几乎都错了 但只有7、8是第一天站那边的 然后投了那个狼马 但女巫的发动技能 然后又推了个平民 所以人实上也是 我说一下我给8号的意见吧 给8号的意见 首先她的确是战队的边 这是没有 但她第一次跳到平民 跳到平民 首先她自己战队的边 这个我认为 没有起到女巫大大的作用 这是我第一的自己的感官 因为大多数跳身份 或者是底牌有身份 她自己确定战队边 虽然这是局势狼王 她也可能是藏身份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觉得她如果第一天 想要带票的话 大概率会起一个身份去那个 她也可以外之位去投 或者就是投一个狼王来 正式角无所谓 因为一定要让好人来 先要把好人带到正规上面去 其次在接到一个狼人查查的时候 被莫之为一个狼人 她听全那个狼人建议 投了外之为一个好人 所以说这是我给到她的一个 这是我自己这么想的 所以说在她手上 她还毒死了一个 虽然9号玩家是一个好人 站出了边 那被她毒了 但是命在她手上吗 这是我自己 所以说投错一个好人 读错一个好人 其实在行为上轮次上面 我觉得她比二的飞锅要更 她跟二的行为是 是无疑数第一天的票 但轮次上 我觉得是八万娘造成的 因为她毒了个平民 然后跟二号家同样投了个平民 我个人认为战队边很重要 那我们就再投一次吧 来飞锅来 三二一 好人的尽力 我是 我是 经理 学的经理 好了吗 三二一 我是 我是 我真想到预言家经理 我给到三五七 我也想到小孩 哦不对 那个 因为所有好人都存在错误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没有错的一号 我只选择了一号 他最多是在发言当中有点错 但他行为肯定是没有错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所有好人都错了 我想了一圈只能选一 我有考过广语 但最后还是哪一圈 其实我 我心里想的就是在预言家跟三 在三里面 三号毕竟第一人把一号投死了 他对他毕竟第一人把一号 但是但是在后面的两轮表现 他点了四个位置 除了十一号没点到 进了三个三个狼人 这是他第一点到的地方 没有啊 对对对对 第二他没有投死 虽然是他的扩分享 但是他也在陈底卫给那个四号玩家建议 要去攻投十一号玩家 但是有时候往往九个人嘛 真的要找到五个一定的好人 好人的主意就的确很大 那导致最后那个好人分票了 所以说也没有攻投 所以说我会对 虽然不聪明 虽然觉得二三都是好人 虽然给四建议 虽然就听取一下投十一 投十一 我跟你讲 四号那个时候投谁都没用了 虽然是没用 虽然是没用 局势虽然已经那个了 但如果他想活下来 我觉得他 因为我认为七跟八一定会去投四的 所以说已经已经大事 想活 好人想活 只有一个号码能投能活 只有六号 其他号码都会 但是好人也不会敢投 因为怕自己错 但是狼王板子 好人不敢去投六 所以就很尴尬 呃 那我们就来再投一下敬礼嘛 又跟我们投的不一样 来三二一 给到一号是预言家 然后那本局的MVP是六号玩家 尽力给到一号玩家 背锅给到八号玩家 然后上一轮由于那个说错了 然后再重复一下 上一局的MVP是给到九号玩家 尽力是给到十号玩家 以及背锅是给到十号玩家 那明天不见不散 那明天不见不散 这些特别是给到哪三个小时 还是要用车子 那张东西 再重复一下 那些小时 温度约 再重复一下 走一下 再重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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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好的 欢迎回来 每次坐在我身边的都是全场的MVP 然后今天这只美苍又开始汉跳了 美苍又汉跳了 之前他们都说你形象很好 为什么要汉跳 不是 其实对 我不是狼枪就不汉跳的 是吗 特殊功能狼 然后说一下你们狼队晚上的一些安排 狼队的安排是 刚开始他们刀了 因为我不太会抿面想 我就随便他们刀 然后我说我是狼枪我来跳 我跳之后给三或者给九发精髓 因为八号玩家 十二号玩家让我给他发茶杀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心态的话 对 是不会再去验十二号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给他发茶杀 你是临时换了是吧 差不多吧 就是想换一下 对 听什么阿凯的呀 听他阿凯上局 你来遇人家还把你扛退了 对啊 第一局是真的太可惜了 真的 这是银时遇人家都能站坐边 双击水给干死了 那什么道理对不对 对啊 然后那个晚上闽身份 或者刀人是你有参与吗 刀人其实我是没有参与的 因为我觉得我对我自己闽人 不是很 不是很那个 我觉得不是很厉害 所以我还是都交给我的队友他们 确实这样 就是四个狼每个人工作安排 因为像我拿狼人 或者我要负责汉特的时候 我戴上边去起来的时候 我要编第二天的发言 对 也要编一个比较合适的心动力 就很 就如果说又要刀人 又要看什么的话 我从来不看 对 要一心多用 就很难 而且狼队里 比如有阿凯 女身份会比较厉害的 就交给他们 就让给他 阿凯女身份真的蛮厉害 对 有的时候我汗跳 我都不占面具 我就告诉狼队 我是个狼 然后我就闭上眼睛 因为我要模仿闭眼视角 然后我再起来跳游人家 就特别像 那你闭上眼睛说我跳吗 对啊 他万一不让你跳你也看不到 看不到 就管他怎么 反正起来跳 我跳了之后 他要再跳 我要么退休 要么他退休 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 把自己都骗到了 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一个闭眼视角 我是全场唯一的 就不知道哪几个是狼 对 那你发出来的言 就 那万一把狼退休 出了就出了 狼长伤能不更好吗 就死保一个狼 要么我是游人家 要么他是个狼出去的 所以挺好的 挺好的 当然这是一种玩法 一种技巧嘛 骗别人之前先把自己骗 但每张今天 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其实第一局真的很可惜 他们 我也觉得 他们说什么 你发预言家发言不好 去你吗 但是我找到了两个狼啊 因为那个 一号和十一号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的视线 都不会集中在这两张牌子上 对啊 我查到了 怎么能说我骗人分散呢 对吧 那个 首先你把汉跳狼给干死了 对吧 投出局了 不管怎么说 反正投出局了 对啊 两个查杀 你做一个预言家 你还要怎么样 对啊 而且找不到啊 我所以 对啊 我视觉当中 你说八跟九我都找到了 九号打错有问题吗 四个正常的都会打九 十个狼牌 就是嘛 因为你一直没有让我的兵啊 也不能怪我一直打他 什么都找不到你内心 那是你们要自己抢开心扉 对不对 你抢开心扉 我就跟你走在一起 对 都怪他们 也不是 也不是 然后被骂 然后那个 确实华生 你觉得华生这个 这个舞台上面 是不是好人真的挺难赢 你说 你个人觉得 为什么好人这么难赢 我就完了一把 好人赢了 就是因为 怎么说呢 我觉得大家都太紧张了 所以人在紧张的时候 就容易出错 然后就是 会被狼人骗 这样子 而且狼人在比赛的时候 就会更努力的想赢 而不是像随便 像平常那样 所以他们会用尽 全身力气去赢 好人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 在紧张的环境下 那么容易能够盘到 而且坏就坏掉 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盗狗狼 对吧 盗狗狼做的是好人行为 那有些好人 他是毕业实验 他可能做了错误行为 所以做错误行为的好人 可能就要出在那些 做好人好事的那些狼人之前 对 那么 人次就回来了 比如这句的阿凯 对吧 阿凯这个人真的好坏 首先他倒勾了 我狼队都倒勾了 倒勾完之后 他说每张是狼枪 我们不能投 我们归四号 一张战策变得好 其实就算我被出了 我开枪把八号崩了之后 我们倒勾狼也是找不到 所以这把是稳赢的 只是后面我们有彩蛋粉 就更好了 哎呦 彩蛋粉说得这么骄傲 我真的很 就是这把是 应该是打了最好的一天 对 讲到的 这第三局确实是狼队控场局 不像比如第一局 或者第二局 那如果圣梦人 圣梦人是谁 圣梦人是谁 如果圣梦人 那个把我设了 那就没有彩蛋粉了 对 那也 感谢圣梦人 谢谢圣梦人 谢谢圣梦人 反正 怎么说呢 就之前我刚才 也在微信群里面跟大家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平时 像小红人 我们在那个桌油吧里面 狼油坝里面玩狼啥 就稍微 情绪一上来 拍一拍桌子 就认识是好人了 但是我不太会这样发言 我不太会 说明有数 罪杀玩家有数 对吧 欢迎大家加入罪杀 好的 那么我们待会要进行的是 我们的选手的赛和感言 以及我们常规赛 三轮之后的比赛成绩 现在罪杀 今天是第一天 据说今天每张是最高峰 据说 对啊 我今天是第一名 好好好 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势头 好吗 我们T款赛见 不跟你见 好 我们一会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